好了,群里的各位朋友,大家中午好啊,今天是2020年8月6号啊,今天我们集合最近的一些小事件啊,跟大家谈一谈这个投资中的一个认知的问题,还有尤其是这个风险管控的问题 黎巴嫩发生了一个大爆炸啊,这是昨天发生的,这个因为黎巴嫩它是一个是非之地啊,自古以来好像就没有安宁过,那么最几年好像他没什么事,因为他就安静了 就说我们有句话说,啊,那个没有人谈到的国家的人民才是幸福的,这历史上就是这样的啊,如果老是那历史上能被人记住的不就是打仗了,灾难呀,什么啊,一般都不是什么好事 如果你过得正常呢,就不会出现在八卦之中啊,这就相当于我们普拉索克人也是感同身受的,是吧 好多项目都是偷偷摸摸的干着,钱赚着 出了状况了,才会成为话题 不扯题外的,我们说黎巴嫩他这个是 现在呢,根据了解的情况 他好像是一个单纯的安全事故啊,也算是一种意外 他就说,那是原来查封的六年前的啊 三千多吨硝酸鞍 然后这个工人在施工的时候焊接的时候不小心就把他点爆了,然后又引发了连锁反应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硝酸鞍本身就是个危险化学品啊 平时呢,是当做农药,啊不,化肥啊,化肥 就是氨肥啊,我们知道化肥就是化肥的氮磷钾嘛,就是氮肥的一种啊 但是他又是制造炸药的主要的原料 所以对他的管理,运输,储存都有一定要求的 那么这次黎巴嫩的事件,你表面上看就是一个违反安全操作,安全储存导致的一个安全事故 但是他的事比较大,因为三千多吨呢 那爆炸起来就相当于一个小型原子弹的威力啊 跟原,你看那个爆炸的场景 但是他就跟原子弹的危害,唯独就少了一个什么核辐射 其他都有啊,很多的地上炸了个大坑啊 楼炸塌啊,远远的几公里之外的玻璃被震碎啊 人员伤亡啊 嗯,包括冲击波跟原子弹的效果非常强 我们讲原子弹的威力的时候,经常讲,哎呀,五百吨弹量的 那么这个就相当于三千吨弹量的吧 所谓的弹量就是这个原子弹的威力怎么形容它 五百吨弹量就是五百吨TNT爆炸的威力 那就是如果这个像原子弹是五百吨弹量,这个意思啊 呃,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 我们国家政府啊,除了外交上表示慰问 表示能够提供帮助之外 主要是我们国内怎么应对的啊 国家相关部门啊 就是安全管理部门 像全国下发通知要对这个危险化学品啊 进行安全检查 呃,这都属于亡羊补牢啊 呃,大家不要忘了 在不久以前啊 天津港发生过类似黎巴嫩的这样的同样的事件啊 好像也是消散案 也是危险化学品 储存管理不当 然后引起爆炸 那个比这还大呢啊 死的一百多号人呢 啊,所以说也不要笑话人家 我们自己都有前车之鉴的 这种事 应该是属于可防可控而没有防 没有空的 你把它说成意外都 都不合适啊 这应该属于可防可控而 无防无空 那就属于一种 失责的行为啊 责任感不强的行为 在十几年前啊 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安全培训 那个讲的 我们当地的一个跟大同小异的啊 是冬季啊 施工也是个电焊工 到那个储气罐 他说那储气罐干嘛的 储存天然气的啊 那储气罐表面没储啊 都是废气的啊 他有份了 年久失修了 焊工上去焊一下 结果呢啊 因为那个里边还有残留的气体 还是或者危险品 在于这个血啊 激烈的血 我们小时候玩过那个叫什么电石器什么的啊 水是助燃的 你那个一碰电火花就爆炸了 爆炸的结果是这么一个大罐啊 直径应该将近一百米 腾空而起啊 腾空而起 飞到三百米之外落下来啊 人当然就没有了 更惨烈的是我小时候自己经历的事情啊 是我我们因为小时候我们父母是建制单位 也是下大雪啊 下大雪嘛 你说下雨天下雪天 闲着没事待家里啊 不要去那么辛苦啊 除非为命所获 那时候又有人闲的 哎呀那时候 那个工作热情高啊 有个工人啊 闲着 电焊工 跑到那工堆下 想想有个什么东西没没焊的啊 也是下泽雪 里边好像就是我们说的那些电石 它就是什么 就电焊的那种材料 喷枪一喷 然后轰的一声啊 这个人就变成了 那个那个还个工棚啊 他的哎呀 是比较恐怖啊 现在先向大家道歉啊 这个人炸成碎片 他的肉一片片的沾在那个棚顶上 大雪天啊 这几个事情都是同样的 就是危险化学品 操作不当管理不当啊 这是个典型的安全责任事故 而是可预防 可控制 可避免 但却没有进行预防控制 那想想我们做投资也好 做金融也好 就是跟风险相伴的啊 你应该是不是 启动一下这个 举一翻三的这种思维 安全时间 安全时间讲起来就多了 我们知道前几年 上海世贸幼儿园发生过一期悲剧是吧 有一个神经病人是吧 迟到在幼儿园门口啊 很多小孩就那样把人家病就要了 那个时候呢 我们看过新闻 看过网上报道 一对比我们周围啊 我是指的我们生活的这个城市和这个省份啊 就说这种事情呢 在新疆是绝对不会发生的啊 包括当时也那一年北京 北京大跃城好像个火锅店 也是一个人神经不累了啊 哪操一八道就乱看乱杀的公共场合 这些事情在我们新疆是绝对发生不了 为什么呢 因为新疆以前也发生过类似的 也是个小学门口 有歹徒吃到 然后造成血案 我们政府就一下就举一反三了啊 你现在新疆一看 新疆保护的最好的中小学 一我而言啊 离那个校门口啊 十米之外就有那个多粗啊 我们说小碗口粗的那种粗钢管啊 汉的幽形管 就是那个障碍物啊 这是铁管 然后再加那个水泥的隔离墩啊 隔离墩大概有八十公分高啊 就是这两层的从物理上啊 你又是开着坦克想冲都冲不进去 这还没完啊 还有人啊 一到了上学放学的时候 我们政府的要求必须是 校门口都有一个警察 还有扶警啊 然后去盯着去接送孩子 就为了保障范物医师的安全 在因为我们第二次疫情啊 这是大家来不了新疆旅游 我说旅游旅游是长见识啊 旅游最主要的是长见识 你看看同样的日子别人怎么过的 新疆人老是春天比我们世界上最安全的啊 安全在哪 你来看看就知道了啊 你可以不管是在城市还是乡村啊 你不管是乌鲁木齐还是扑鲁番 还是哪个村子 还是南京还是北京 你到任何一个中小学幼儿园门口去看一下 任何人一看就明白了 这是不可能发生这种意外的啊 防的啊 就是得有预备意识对风险 是吧 这都是血的教训 把人锻炼成熟了啊 那么你再反过来看黎巴嫩 就是典型的责任性不强啊 六年那东西六年搁那人都忘了是吧 都忘了他会爆炸吗 那是不是属于责任性不强 这可以预见的你都不避免 有些人生还有风险 有些意外是没法预见的 那么更惨 那这时候就人的心态啊 始终 已经发生过的悲剧 我们要避免 以后不能让它发生 绝对不能让它发生 能不能做到 你只要责任感足够 强啊 应该是可以 那么目前人类防止不了自然灾害啊 比较地震 海啸 之类的啊 台风 他至少可以预报了 一次一次的啊 还泥石流 这自然灾害 那其他的这人为的责任性的问题 应该是可以避免了 那除非有些人就是 爬望自大 目空一切 我们今天早上给大家转发了 抖一小视频是吧 一个老头了啊 那你活在岁数了 该懂事了 是吧 被交集拦住了 要查证件 他告诉你 我这里地球通信证 我哪都能去 你这不人脑子有病吗 啊 这个东西我们平常人都知道 不管你啥证 你必须是 我们国家交管部门发的才算合法呀 啊 他要求交集 这样都不知道啊 你去网上查 地球通信证 我感觉又是什么CX盘 搞的这种假证 因为我们这个普拉斯克群体们经常自己给自己制造假证假概念啊假消息啊 批或者批一个啊 都信以为真了啊 真的信以为真了啊 警察面前还振振有词呢 不独有偶的 那西安正在审一个案子 也是一个老头啊 花白头发六十多岁了吧 啊 是杀骗罪 他杀骗什么 他告诉 啊 这个联合国 美国那不带联合国玩了 联合国没地方 在西安画了块地啊 三万亩啊 联合国总部签过来 啊 这个整个工程项目 他负责 是吧 这个 这种谎言啊 在他们搞建筑人员太多了 五花八门的 就有人上当书片啊 那小包工头一看上是个大老板 我的负责联合国拆迁啊 哎呀 就给他给个三五十万 七八百万 哎呀 我把这个包下来 那个包下先给点钱 就这么就是诈骗 后来啊 被接了诈骗犯啊 然后在法庭上 他辩护的时候 那法国问他 联合国啊 搬到西安 谁谁批准的 我批准的啊 这个事是谁论证的 我论证的 这人不是 你怀疑真的就是 那个精神病院跑出来的 是吧 人呢 遇到意外啊 遇到困难 我们说不能极度的自卑 极度的焦虑 但是 时时刻刻也不能有狂妄之心 是吧 我们新疆语就说话了 什么逼称就是牺牲啊 一狂啊 祸就来啊 这种狂妄啊 你说那个骗人家钱的啊 说是把联合国搬过来 那就是又无知 又贪婪 又狂妄啊 那么灾难是因为预防而减轻的 就是风险的问题 这其中呢 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啊 你要从已经发生过程 总结一些经验 那好了 我们全具体讲到投资 我们经常讲投资 投资 最主要是风险管理 我们现在啊 普拉斯托坤也是很多人现在已经不用在数 已经深深的体验的啊 如果当初不付头就好了 如果当初不背债就好了 如果当初不抵押房子就好了 这些啊 都属于啊 一个首先啊 有的人心目中就没有风险这两个字 第二有了呢 也把他淡化了 自己主观上认为他不存在了 所谓的风险又极别的啊 我们说像泥巴档一种是可防可控 可预见的啊 那属于你责任不强 有些是不可防不可控 但他必然存在了 老天爷 就是个道理啊 晴空万里突然就有乌云啊 就说你 不怕一万就怕万亿啊 那么我们普拉斯托坤这种事情啊 在项目上比比皆是啊 那么二级市场 那是直观的表现 刚说 几天以前还这个比特币还跳 涨得正好啊 你涨了一个星期两个星的涨幅 一天啊 不到一天 那一天中的十分钟啊 整个给你跌了将近两千点 那基本上你不管是做 你凡是做杠杆的啊 那哪怕这两倍杠杆也就爆藏了 呃 这种事情呢 是在市场上是经常发生 上一次我们知道是三月十三号 再 介于其中的是 五月中旬还有一次 五月八月 三月 哎呦 你看哈 隔那么两三个月来一下 但来一下就足够把你这几个月站的全全部消灭了 灰灰见面了 我们特别是进入二级市场的人啊都抱着一种报复的想法啊 这个想法是很具有问题啊 起心动念有问题了以后就各种问题就会爆发出来 但是呢 人就不服啊 人都有个贪婪之心 说这个二级市场啊 包括有些项目啊 他最大的骗局是什么 一个叫做复利啊 一个叫做杠杆啊 谁都换算那笔账啊 一啊 如果底数为一啊 他没有增长 如果是1.01的话 365次方之后变成了八十几倍 二呢 二的十四方就是一千零二十四啊 二的方呢 啥意思呢 就是翻翻啊 也就连续翻十番啊 如果是一万块钱 那就变成了一万 一千零二十四万 啊 你看这个比特币啊 那个合约多好啊 每天啊 你控制好了 啥就能翻翻 第二千 副头再翻翻 没有一个人啊 能做到他吹的这个牛逼啊 往往他还第一步刚跨还没跨住 第二步就死掉了 就死在市场里 比特币啊 是比较特殊的币 比特币市场就更特殊 特殊到 有些地方是明显的作弊啊 呃 一些经常在的市场里面都提到这个 不管是火币也好 OK也好 把网线是 司空见惯的啊 那个插针 对不对 你一个币种啊 价格一万块钱 你可以在五分钟五分钟之内暴跌两千 暴跌就是百分之二十啊 幅度大约百分之二十 那么从你账面上啊 你瞬间啊 你的资产贬值二十 但是他慢慢的会回来 如果是做的现货 做的石盘的话 那你带了杠杆呢 那杠杆他有止损的 那么好 你要是两倍杠杆 你就损失百分之四十 三倍杠杆百分之六十 那很多市场就你亏到百分之六十 这个你强行的 让你出局了 那就是如果是五倍以上的杠杆 你碰到这种行情 你本钱都没有了 你要么再拿钱来玩 要么你整个人就被扫地出门了 这种事情 一般新手是忽略了啊 赔过几次钱 破过几次产 他知道我 市场比别的市场更凶残的地方 在于交易所也参与作弊啊 大家想一个问题 说这是最近的一次查证行情啊 就跳水行情啊 是前大前天吧 那不是一个 我看啊 8月2号 8月2号 光是比特币跳什么 没有 所有的币种都在跳啊 比特币以太坊 包括新上来的什么令克呀 ADA呀 什么太子币呀 全市场 你们觉得这是自然现象吗 这是市场正常的现象吗 任何一个市场啊 这种系统性的报价 比方说股市有过 全部跌停的 那是比方一个出一个什么利空政策之类的 啊背后的能够操控市场的力量 在干这个事啊 也不排除啊 像普拉斯托混这种超级巨禁 对吧 昨天我给我们群里面转发了这个叫飞跃老师的去年10月19号和今年2月份的 二是这个人我不太熟啊 你问我他哪我真讲不清楚啊 以前只是音乐听过他的文字转播啊 就他去年就估摸着我们市场上普拉斯文的资金规模应该3000亿以上啊 那么这两个语音就详细的讲过程而且是从这语音里面可以感觉到他也是有多年市场经验的 以前我们911还有个新老师啊都是从这个市场行为啊来理解帕斯托克 说的割韭菜是怎么割的啊是谁在割的啊 他通过什么手法弄然后作为我们散户怎么去避免这种事 在二级上活的人时间常有句话叫胜者为王胜于的胜 你只要有本就能翻身 但是就怕你没本啊 因为这种这个二级市场尤其是比特币市场让你死的 就是让你在最嗨的时候你没有任何防备的时候就没有了 313那次啊 你看从6000多一下扎到3800那是幅度更猛了 50%腰斩了腰斩了 你告诉我有什么办法事先预防 你只要资金在市场上你是没有办法 有人说止损我告诉你 到了这种行情止损失灵啊 你也不知道是他交易所故意的还是无故的 哎比方说现在一万你到一万 你到9800的是我认赔啊 名义上你就赔这200块钱 但是你发现他瞬间跌到9500那你只9800单子没有成交 比特币以太坊这本身就是技术的产物那搞这些交易所的人哎呀可况你plus还自称有人工智能 交易你看全世界那么多交易所啊 同时发生这种惨案 那除了计算机程序谁能做到 我们该避免这种事情 你的出发点是什么 你是不是掉转向你是不是我说了进入市场 首先富富头是增大了风险啊 富力也是增大了风险杠杆增大了风险 你风险增大就意思是你离死亡更快 你就反其道而行之 而不是追逐这个石油票门 首先降低自己的欲望 哎呀 你想一年赚到的钱你把它分成十年 你想一个月赚到钱你把它分成十个月 你想一天赚到你分成十天 你就不会承受这种苦难了 很简单 对不对 就最近的一次跳水 你看做石盘的人毫发无损 那最高到12000一啊 最低到10500 上下幅度1500点啊 他账面上浮动的嘛 反正这个也就是浓缩了嘛 比特币平均一天四五百点 拨都很正常嘛 对吧 收完盘他还在一万零几嘛 啊 本身昨天就是一万零几嘛 只是今天突然涨上去掉下来而已嘛 石盘人心里很轻松 他没受什么损失啊 只要这个比特币市场在啊 现在牛市来了嘛 三个月之后可能比今天挣钱嘛 有这个思想就OK了 有时候操作也OK了 你要做十倍杠杆的 你是不是就死掉了 你自己算一下啊 十倍杠杆啥意思 比方一万块钱 本来就买一个比特币的啊 但是十倍杠杆你用了十个比特币 十个比特币跌了1000点的时候 你的一万本钱就没有了 你就被扫地出门了 就没有了啊 这市场就这么玩的啊 十倍只是合约市场好像是最低等级的啊 再加下有五倍五倍 就算你五倍吧 你欠了五手啊 五手也赔七千五啊 一万块钱 基本上也是要被进行奉献提示 你一说你心态就乱了 你当时第一反计是我要把赔掉的挣回来啊 这赔只赔了五分钟 但是把把你两个星期的利润全赔回 全赔掉了 你要把它挣回来 你挣回来 你用一万块钱去挣 七千五的时候 你只是挣了75% 但你现在剩下的是两千五百块钱 你要挣七千五 你是要让他翻三倍啊 啊 那个难度 而你的心态又坏了 你想 就是你出发点就不能去追逐暴力 追求快速的增整啊 你要知道这些首先就是把你带到坟墓地 说的是理论上是这样的 但是他都忽略了一个风险 而这风险是无事不在 外污市场我们说是金融市场里面相对公平 因为他体量大一天就十万亿规模 十万亿规模啊 世界上几个大大小小的银行互相之间啊 外汇嘛 中国买你欧洲的欧洲的买德国 欧洲再买美国的 这样大家互相还要买日元的市场是一个比较公平的啊 相对啊 也是也有小的做事商在里边在小范围内进行一定的操纵 是吧 你每周末那个公布非农数据啊什么的 而我那时候作外会扛他也是 我要这东西杠杆高啊 四百倍杠杆 两百倍杠杆 理论上一千就翻一翻 我们十千就一千万了 扯淡 你结果你坐下来还没有一笔资金能让你度过一个星期的 赔了三天之后你才知道 你出发点就错了 对吧 有两百倍杠杆 为什么四百倍杠杆啊 就是助了你的贪婪 但是你看过市场吗 他市场的平均那时候在零八年金融危机之前呢 市场平均一天波动还大了两三百点 后来时间长了你才知道这两三百点的波动正好让你爆仓的 正好是让你爆仓的 比特币也是 比特币如果你二十倍刚刚多少点爆仓呢 五百点 为什么比特币日常波动是五百点啊 就他有可能上五百也可能下五百 但整个趋势并没变 你看比特币 涨了一百块 也许要涨也许会跌 涨两百块 是不是要涨涨三百块 我看了真的要涨涨到四百块 他说你买入二十倍刚刚买入啊 本来可以下一手单子你下了二十个比特币 结果他反过来 正常波动啊 涨了五百点反过来给你掉个三百点 你看我我看错了我认赔 你赔掉了 你不认赔你扛不住 因为过了风险线了啊 你心态就乱了 那么想反过来你要下两倍杠杆呢 这些东西你在乎吗 你只是挣钱少一点 慢一点但稳当了 这就是归兔赛跑的故事 归兔赛跑我们小时候就学过那个兔子 睡呗 睡醒了哪是你乌龟 你跑三天我也赶不上我三分钟的 但是为什么这个兔子 他总是会睡过去啊 就是一个狂妄大意啊 我们说对普拉斯托克的认识啊 经过这一年多啊 里里外外的多维度的全侧面的 什么情况都讲清楚了啊 呃 昨天说到那个情况啊 呃 有些人是不是有点紧张 讲说不必了啊 不必了啊 这个YC也累了啊 YC也累了 就说以前呢 请大家喝茶交罚款 我们当时跟他讲过很多次啊 就来了就说你交钱 交钱了就走人 对吧 我们当时给大家分析过很多次 这个案件不对啊 这个操作不对啊 你怎么让人来了就交钱就走呢 啊 你说你没有开收据也罢了 你总得做笔录啊 兄弟们 你就是交警为个归 不理的时候啊 只要不是那种随时可以搞罚款搞定的啊 是不是要做叫什么笔录 要做笔录 按手印啊 啊 这么大个案子 一查流水都上千万的 让你交个两三百万就走了 没有做笔录的 那我们昨天说的悲观的情况 可能就按照这个审判结果啊 煮饭沉迫十年 给你判个一年 缓刑一年 但你也算是有犯罪记录了呀 那现在呢 这个情况比这好一些啊 兄弟们 这YC那边也确实累了啊 不会再进一步扩大范围的 那同时也是告诉那些想维权的啊 长点脑子啊 看看这个老大爷啊 这些狂妄症 你除非你有地球通信证啊 你去啊 也不要在群里喊你自己去 你你带头 不要指望的别人给你垫背啊 一个傻逼就够了啊 你还想大家跟你一块傻 这次呢 啊跟你说明了啊 YC啊 想抓谁 他们那有数据啊 从七月份 他们就有数据 我们就知道他们有数据了 对吧 三百多万人 每个人的数据都有 他想抓谁 谁也挡不住 对吧 你包括跑到境外的 有些人当时跑到境外 猫了几个月 不悄悄的回来啊 乖乖的到原厅 把钱交掉啊 保了一时保了一时的平安啊 现在呢 可以更 我现在今天就正式的 就说这可能继续平安下去啊 这些人 YC啊 他知道该抓谁 他想抓谁 那么另外一方 你去告谁告谁的人 有一个立案的都很少啊 立案的都很少 你不要说你能够实现你的目标 就是我要不求政权回来 我就觉得我们团队那个大臣是个骗子 要把他告进去 让他关几年 你去呗啊 你去到时候看关的是谁啊 我们说YC一直在抓人 一直在喝茶啊 一直到现在结束了 但是从来没有说是 抓的人是被谁谁举报的啊 举报的报案的 包括啊 最有名的那个陈伟华不是吧 我们说那个那位大姐 安分口音大姐啊 是不是啊 几次打电话 我印象最深的是 19年12月8号的是吧 指名道姓的 哎呀我才是6月20号入了 20万又入了40万 我们的团队到陈伟华 我要告他 怎么样啊 春节前他不是跟陈伟华两个月录视频 热情报啊 陈伟华表示要带着他到北极去找公道吗 我想这两位同志应该都还健康的活在外面吧 啊怎么样就你们 想干啥事谁都不拦着你啊 我们今天讲的分控 直接给把这概念给扩大 人生处处有坑 是吧 尤其投资是集中的啊 你首先脑子里都有个钱 你不是神 你没有地球通行证啊 你没有权决定这个联合国搬到哪儿 你真的以为自己能吗 好了 今天 说这么多还是一个目的 就希望大家能够开心啊 安心 好谢谢啊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啊 谢谢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